市面上很多机器人是四条腿的 然后四条腿它走的时候 它两条腿两条腿的脉 一次只占两条腿的时候 它形成的是一条线 在一条线上它是不稳定的 需要不停地卖腿来维持它的动态稳定 然后我们这个因为有六条腿 它一次卖腿是卖三条 三条三条的卖 然后三条它永远会形成一个 稳定的支撑三角形 这个三角形就可以保障它稳定 它可以不一直卖步 也能站得稳 它带着我走的话 我走的路线会比较直 然后我自己走的话 其实看不到的人走 是走不了一条直线的 最后来跑到最快的时候 是1.6 然后我们这个速度 是通过力交互实现的 就是那个盲障 可以感知盲人手上的力 盲人推它一下 它就会加速 拉它一下 它就会减速 银体是要足够多 因为机器人 比如说它突然转弯的时候 对盲人来说 它是没有预感的 它突然转弯了 它就是一个事后的感知 对 它得预告 预告说我要转弯 我要前面有楼梯什么的 所以你会有的 很多种感觉 给我多说 这种感觉 请看 转弯的